现在小孩谈恋爱 有一些看他们长不大 有一些看他们长太快 就你们这种瞬间 在这么大学毕业一年之内 就迅速进入老夫老妻的 这个模式状态 也很神奇 一两个月没见面是吗 在同城 一个月没有两个月 一个月没见面是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为什么我说你们 提前进入一个老夫老妻的模式 对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是真不想分手是吗 我肯定不想跟他分手 你爱他吗 我感觉我爱他 他不爱的是吧 我提好几回分手了 我都没回过他 我就是不想跟他分手 才不回他的 我爱他我不想跟他分手 但是我不想陪他 看了他就烦 我跟他说一遍我就烦 我怎么都不高兴 我这也不高兴 那也不高兴 在一起都不高兴 但是我就不要跟他分手 有没有觉得自我矛盾 那倒没有 你能解释这个自我矛盾吗 我感觉我平时假如跟他聊天什么的 有时候也挺开心的 我也没有那种 没有六 就这种就是惯用语嘛 我就 是 可能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觉得两个人谈恋爱啊 他是既要有爱 也要有需要 他现在和你两个人是有爱 没有需要 他可能是爱你的 但他不需要你 那他为啥不需要我呀 为啥他不需要你 因为他现在需要的更多了 他现在需求就是我要玩 我要好好工作 我要多认识一些人 我要见识一下这个社会 他现在的需要里面没有你 所以才会出现这么一个状况 这个状况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的位置在他的整个社交排序里面 后退了 你以前在学校里面 你的位置是在最高的 现在他有大量的社交需求 你慢慢地后退了 退到一个一个月 可以见一次的这个状态 这个状况其实不正常 我觉得不正常 你们这种爱是留存下来的爱 也就是说从读书时候 留下来的保存下来的爱 爱是在的 我相信爱也是在的 但他不再需要你 这件事情是致命的 当然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不好 而是他面临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或者说他一下子撞到了一个 很大的世界里面 他对于你的需求没有那么强烈 所以我建议你们啊 心平气和地谈一下 就如果他真的对你需求 没有那么强烈 那么你们先分开一段时间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等到他想清楚 你也想清楚 等到你们两个人发现 我们真的是离不开 那个时候我们再在一起 两个人在一起 需要有灵魂和生活的契合 你们现在只有情感的契合 没有生活的契合 那当然是有问题的 趁现在还年轻 他要多看看世界 你也可以多看看世界 不要只看到一片天空 要看看满天的星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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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